華泛大學務官董事長 李天任校長 東方人文市場研究所莊兵所長 以及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泛大學東方人文市場研究所教授高博遠 這次非常榮幸能參與 由華泛大學東方人文市場研究所所主辦的 2021東方人文思想學術研討會 這次主題我們是以後疫情時代的人文省思為主軸 非常具有時代感與現代感 這次的會議我覺得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首先對後疫情我們可以有非常多角度的反省與關心 而這次我們特別要強調是以人文的角度來加以回應 來加以反省 其次是人文也可以有非常多角度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大會 所以主要就是鎖定以東方人文思想作為關心切入的主軸 這也是回應了華泛大學整個創校的理念與精神 也是強化了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在學術上的努力方向與價值的定位 當然這一次會議碰到了疫情的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我們非常敬佩莊兵所長以及他所率領的團隊 在這樣子的一種疫情挑戰下 依然讓會議非常的順利進行 也順利的出滿了論文集 在這裡我們對於大會表達肯定與祝福 也祝福所有與會的嘉賓與朋友 都能在這次會議裡面得到心靈的滋養與成長 謝謝大家